今天要來跟大家探討什麼樣的話題呢 有個數據顯示 在全台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他的失智聽說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高到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那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在頭腦要好的時候 要頭好壯壯的時候 難道只能維持在年輕 只能維持在壯年的時候嗎 我們希望可以延緩衰老 我們希望可以逆鄰 但是如果你的腦袋沒有跟上的話 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也請到了 抗衰老的權威以及預防保健衣群的命令專家 汪國林 汪醫師 一起來跟我們深入研究討論這個話題 那麼立刻先來看一段VCR 隨著年紀的增長 大腦也跟著不靈光 拿了東就忘了西 但這些都是可以改變的 讓我們一起幫我們的腦袋提高思考力和記憶力 讓頭好壯壯哦 汪國林醫師 現任南投東華醫院副院長 具備豐富醫學專業 也充滿著文人素養 哇 這樣的數據真的令人覺得很擔憂哦 那究竟有哪些的原因 而且真的就像數據上所顯示 這麼可怕的數字比例上 大家都會有大腦退化的問題 會是真的是這樣嗎 汪醫師 根據台灣最近的一個研究的統計 在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裡面 大概每二十個人就一個 是實質症的患者 二十分之一 這個很高的機率了耶 是 因為老化 因為退化所造成的記憶喪失 對 這樣子 對 其實對我們一般來講 就造成很多生活上的普遍 是 比如說你本來記得很清楚的東西 你本來學習非常的快速 你的反應非常敏捷 可是因為你沒有好好去保護你大腦 你讓你的大腦提早老化了之後 是 你這方面的優勢你就失去了 對 所以說你可能看一本書 以前一個星期就看完 現在可能要看很久 你看一樣東西 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它 對 你記一樣東西 你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 你說得定還記得六十三辣絲的 對耶 所以大腦的保養 不是只說那我六十歲以上 我二十個有十九個沒有得到失智症 對不起 這個十九個 沒有得到失智症的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受 都為這種記憶退化所苦 會促使大腦退化 大概基本上可以歸納八這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長久的壓力 我們一直在講 他放第一課 你看 對 壓力對我們來講 是絕對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 還記得嗎 壓力會促使我們分泌 壓力核 這個壓力核我們分泌了之後 會從我們腎上線 一直跑到我們大腦裡去 是 直接傷害我們負責記憶 負責情緒 對 這兩個組織 是 所以長久的壓力來講 對我們大腦去看是絕對不利的 那第二個就是大腦的循環障礙 那大腦循環障礙就是 比如說一個人中風 他突然之間 口歪隱形 半身不遂 那我們大家都看得出來 沒錯 可是在某些這種小血管的中風 因為他久而久之之後 你還發現這個人記憶不行了 這個人他的反應不行了 他自己搞不好還沒有所決 這個時候其實他在大腦 產生的反應 這個裡面的病變 和我們講的阿茲海摩症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名稱 叫血管性的痴呆 也是一種就對了 也是一種 對 原來這也是有關係 所以大腦的循環障礙 對我們的大腦老化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的 第二個就是能量的供應不足 我所謂能量供應不足 就是一個我們 可能一般朋友 很少聽到的所謂粒線體 粒線體是我們細胞裡面的 這個發電廠 也可以我們直接講就是 如果這個發電廠的功能不髒的話 它都沒有辦法生產足夠的能量 沒有辦法生產足夠的能量 我們大腦的功能就會退化 沒電了 對 我們就沒電了 頭腦就 Shot掉了有沒有 就是我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想想 像過高的氧化壓力 氧化壓力就是自由基 那自由基簡單來講 就會傷害我們的細胞 自由基最喜歡攻擊的 就是我們的 脂肪 可是你知道 我們的腦細胞 幾乎全部都是脂肪 哇 好危險喔 所以大腦細胞 是我們自由基 最愛攻擊的一個器官 所以這樣子壓力也不可以有 對 那另外還有 神經傳導素的不足 這個神經傳導素 我想很多朋友 大概聽得很陌生 無煞煞 其實很簡單 我們神經神經之間 它沒有辦法直接相連 它中間有 有一個縫隙的 它這個縫隙要靠什麼來 什麼來聯絡呢 就是靠著神經傳導素 是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神經傳導素 當作是以前我們那種信歌 有沒有 信歌就是傳信 要媒介就對了 對 神經傳導素非常重要 那老化了大腦 神經傳導素會不足 是 那神經傳導素的生產 或者循環障礙的話 也會造成腦袋 所以我們的腦袋掛 提早的老化 對 OK 那另外就是 神經細胞膜的完整 我講過 我們的神經細胞 是一個非常脆弱的 它的外面包的是油 所以呢 你看 發炎會攻擊油 氧化壓力也攻擊油 是 所以我們大腦細胞 是一個非常容易 死亡的一個細胞 那再過來 還有就是 高血壓 高血壓是我們大腦 很多人都覺得 血壓高點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的大腦 運作最好的情況之下 就是在120 80 這麼一個血壓 你超過這個標準的血壓 就會造成大腦運作上的障礙 是 所以血壓維持一個固定值 也是保護大腦 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不僅僅是固定值 還要標準值 還要標準 而且固定就對了 了解 那如果 王醫師 我們照這樣來看的話 一般我們兒子長生活當中 應該怎麼樣去保養 以避免大腦的退化 那還有沒有說 其他更積極的方法 可以提供大腦所需要的營養素呢 OK 我們要好好控制我們的血壓 還有血糖 是 剛才提過的 我們大腦運作 最好的血壓是在120 80 120跟80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標準血壓值 是 任何一個血壓高 不管是你的收縮壓 比如說150 160 或者你的舒張壓 90 100 這個對大腦運作 都是有問題的 了解 那還有血糖 血糖 你當時 比如說你現在是飢餓的時候 大腦現在沒有營養 沒有能量 你說我吃點糖 那是還好 但是不要誤以為 我們吃了很多的糖 就是讓大腦興奮的一個 為了讓你的大腦更醒覺 你吃太多的糖 其實太多的糖對大腦 長久來講也是不利用 反效果 對 那其次就是要降低它的發炎 我剛才講過了 發炎對我們大腦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負面的因素 是 那哪些會發炎 很簡單 抽炎 發炎性的食物 是 再過來呢 大腦跟我們其他的組織一樣 跟我們的肌肉一樣 我們常常拿肌肉來做比喻 就是用盡廢退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用它就會進步 你不用就如逆水行舟 就會退步 了解 所以人家之前在開玩笑說 如果真的有點老人痴呆症 我們要預防的話就打打麻將 對 打打橋牌 其實我認為是有幫助 是真的因為鍛鍊它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知道 避免大腦受傷 我們大腦是很容易受傷的 為什麼呢 腦袋刮外面是骨頭 對 裡面是軟組織 我們任何地方 比如說你打一下我們的身體 我們會怎麼樣 會發炎 會腫脹 我們講過急性發炎是 紅腫熱痛 是 會腫 那你如果撞一下 你的大腦就會腫 對 可是呢我們一般的這個皮膚的 我們的皮膚表面或其他組織 你腫的時候會膨脹 可是在大腦裡面它沒有空間 所以呢怎麼辦 那就是你一腫了之後 它就會壓迫到它 所以壓迫到它 這個被大腦的骨頭壓迫 這是造成大腦細胞死亡 非常重要一個原因 了解 所以我們要保護我們的頭腦 不要沒事的打頭 這個是確定的 不是 敲腦袋這件事情 是不可以做的 當然不可以做的 所以人家常常說 就不要打小孩子的頭 或是不要大力的 可能去對它的頭顱的部分 去做一些撞擊 這也是都是真的 再過來最後要講的就是 我們大腦 需要很多的營養素 是 怎麼說呢 大腦它是一個 非常飢渴的習慣 是 它雖然它的體積 跟重量非常的小 可是它卻 耗用了我們人體 四分之一的能量 我們吃進去 吸進去的氧氣 吃進去的這個能量 四分之一都給大腦 這麼小小的器官 給消耗掉 它非常飢渴 那這還是指它能量而言 它需要的營養素 非常的多 它大腦 你要它維持好的功能 比如說年輕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吃 我也不補充B群 不補充什麼 那是因為你年輕 對 你從食物中 攝取營養的這種能力 很強 對 所以呢年輕人跟中年以後 是不能相比的 因為我們到中年以後 我們從食物中 攝取營養素的這個能力 其實是降低的 了解 那大腦需要哪些營養素 是 這邊我們就非常緊急的 而且破切的想要知道 到底有哪些是好的東西 對於我們腦袋 是真的可以補充的 不是在只有吃腦補腦 這樣的觀念而已 到底應該攝取 什麼樣子的東西呢 那大腦到底需要 哪些營養素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 這是我常常提到的魚油 魚油對大腦也有幫助 魚油的EPA 它主要是一種抗發炎的性質 是 抗發炎性質 那DHA呢 在我們神經發育的過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已經證實 就是說 你如果是懷胎的母親 你補充他的魚油的話 他的DHA 會讓小孩子的神經發育 比較 腦袋發育會真的更好 對 那除了魚油之外呢 另外像抗發炎 像EPA的話 它除了讓血液運行非常順暢之外 它可以抗發炎 抗發炎我們剛才已經提過了 對 是保護大腦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 對 那其次就是我們類黃銅之類的 我們大家 我們也看過廣告 就是一個老人家走不動了 我們今天要吃銀杏 當然啦 這個正確以後 我們還要再討論 但是銀杏 或者是跟它類似的 碧螺子這些都屬於類黃銅 營養素的話 對於我們大腦的抗發炎 對於大腦的循環 已經證實是有幫助 是 所以它在抗老化 就是抗氧化上面的功效 就是比較大的這種食物 其實對我們來講 大腦也蠻好的 對 我們知道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的神經傳導素 是我們大腦訊息的一個性格 神經傳導素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的大腦就會功能不髒 對 像很多記憶力損失 就是因為神經傳導素 叫做乙烯膽鹼這個神經傳導素 就不夠了 所以我們如果拿這個 阿茲海默症的病人來說好 是 我們有一種藥呢 就是讓它的乙烯膽鹼 不要那麼快地被代謝掉 讓它可以這個 數量更多一點 所以它的智力就可以保存 對 那這是一種藥物的作用 但是我們如果用營養品 要補充的話 對 所以軟鈴脂不是只有懷孕啊 或者是餵奶的媽媽很需要 原來如果說你真的比較缺乏 這種神經傳導素 簡單來說就是 可能會讓你容易秀走嘛 因為我們就是傳導不OK嘛 吃這個是有直接的幫助 是的 那神經傳導素 它的這個不足的話 其實它僅僅 它並不僅僅是 我們記憶的喪失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憂鬱症 我們憂鬱症是其中一種叫做 血清素的神經傳導素的分泌食材 所以我們吃了很多抗憂鬱症的藥啊 就是為了讓你的神經傳導素的 在你的腦袋裡面多停留一會兒 讓你的心經保持愉快一點 是 都是息息相關的 是 OK 所以神經傳導素 對大腦退化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骨酶Q10 剛才我們講立腺體 是我們大腦裡面的 發電機 發電機 發電廠 它要運作 其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元素 就叫做骨酶Q10 它在能量生產的過程中間 一定要有這個骨酶Q10 它才能夠順利生產 是 否則這個立腺體的功能是不髒的 是 那我們剛才講 大腦細胞它需要很多的功能好 數量又夠的立腺體 所以你補充了這個骨酶Q10之後 基本上來講會讓這個立腺體 保持在比較更活躍 更不會死亡的狀態 好像加油一樣 一定要把它加飽了油 這台車才跑得好 不但是加油 而且是保護它 是 最後一樣當然是我們的老生唐彈 B群 其實B群對我們的神經非常重要 為什麼 在我們能量生產的過程中間 剛才我們講的Q10對不對 但是在Q10裡面 旁邊還有一些元素也非常重要 就是維生素B1 B2 B5 B6 這些都非常重要 那這些如果不足的話 對於神經的話 比如說B12 它對神經發育也會有問題 所以B群對我們大腦 保護我們到底是非常重要 OK 所以你看 要把腦袋給照顧好 讓它永遠維持18歲的運轉狀況 真的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 那當然 這個深奧的學問 還是靠著我們每天 一點一點的照顧它 把它堆積培育起來 一直記得到65歲以後 我們都不要成為那 二十分之一的其中一個 那如果要這樣子來做保養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的非常棒 而且真的做到了長命百歲 而且永遠都可以延緩衰老的狀況 那麼謝謝王醫師今天提點 我們這麼多精采的一些理論 不過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抗老祕訣 千萬要鎖定王國立醫師 抗老化的食堂課的錦囊妙記喔